YO 大家好 欢迎回来 autosamatics 我是 Oliva 还没订阅我们频道的情 记得订阅和别人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还有follow我们的IG OK 回来 又来到了我们的美食介绍 那今天呢 我要介绍一个 当地非常出名的这个美食 也叫做顶边湖 可是顶边湖 大部分的人只会想起 市区的那一间 也就是非常古早味的 57还是58年了 那一间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间 这一间呢是他孩子开的 那这一间呢也是非常的好吃 这一间呢 它的名字叫做 甜宝 英文名字叫做 treasher land 哇 第一次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 这个原来是一间咖啡店来的 听过去啊 好像会招财敬宝的感觉 来这边吃啊 感觉就会发达 这样有没有 有没有 啊 那个名字很特别是不是 为什么今天我会推荐 这一间的表表屋呢 哼 跟我进去看吧 Let's go 今天呢我想要介绍的这个 湖州美食 也就是在我面前的这一碗 非常厉害哦 叫做顶边湖 我们湖州人叫做扁扁扁 你看我四周围一下 是不是坐满的人 人潮是满的 非常非常的厉害 这一间呢 我 我个人啊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一间 因为市区的那一间呢 它的口味就比较清淡 爽口 那这一间呢 它的味道就比较浓厚一点 比较适合我们年轻人 而且呢 在市区的那一间呢 它就跟我距离比较远一点啊 那我自己本身呢 是住在比较靠近这里 所以呢 我比较常会来这里吃 可是呢 这一碗我真的是很久 没有来这边吃了 哇哇哇哇哇 你们看到那个馅料 满满的馅料 它这里呢 其实它普通的价钱呢 是4块半一碗 然后呢 我今天叫的这一碗呢 是加料 加料这个鱼丸的部分 因为它这个鱼丸啊 是他们自己手工做的 连他们的那个米啊 里面的那个顶边湖的那个米呢 也是他们自己磨出来的 就是用这个机器 自己每一天早上去磨它 磨出来 然后才能够做出这么饭的一碗 丁边湖 给大家吃 哇 看就看就都饿了 交的这一碗呢 是6块钱 因为我加料了 鱼丸 它的价钱呢 越高的话 就是depends on 你的加料罢了 它的碗呢 还是一样的大 就是这么大罢了 它全部都是加料 而话不多说 我已经肚子很饿了 先吃先 我自己个人呢 每次吃之前呢 一定会加我们这里 沙老月的这个白胡椒 这非常的重要 再加上这个酱青 这里的每一碗啊 都是满满的哦 你看 整个菜变好像要腻出来的感觉 先吃它的这个 手工鱼丸 哇 这鱼丸啊 跟你那种买的冷藏的鱼丸 真的是差别太大了 这鱼丸呢 你就吃得出啊 它是非常非常的新鲜 它这个鱼鲜味还在 而且它很柔软 这碗里面哦 它有什么料啊 你不看 第一就是鱼丸 第二就是黑木耳 第三样呢 鱿鱼 它这个鱿鱼啊 很Q 那个鱿鱼整条是很Q很Q 很棒很好吃 那个鱿鱼的味道很重 好吃好吃 然后搭配起来啊 因为这个底边鱼呢 它是清淡酸口嘛 然后再配上这些 配料的话啊 它的味道真的 鲜的更好吃 更突出 这一间呢 自从它开了过后啊 到现在啊 我几乎每一次都是来这边吃了 这一间真的是很好吃 整个十五呢 你能够想到有吃顶边湖的地方啊 像我的话 我能够想到就只有这两间 一间就是市区那一间 最古早的那一间 第二间就是这一间 而且呢 是它孩子开的 所以它那个味道啊 都非常的相似 老子它孩子呢 这个味道比较重一点 就比较符合我个人的口味了 好吃 通常呢 外地的朋友啊 他们 有我们外地的朋友啊 我们介绍他们来十五吃的时候呢 都是吃干碗面啊 或者是如果吃这个顶边湖 一定是带他们到市区外面那一间 其实啊 这一间 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推 这一间我相信啊 比较适合年轻人 因为它的味道比较重 比较 比较适合我们的口味 这里我不是讲说市区的那间不好吃 那间也是好吃 可是还是比较属于 老人的口感 就是清淡爽口 但是也是好吃的 距离呢 它就是在市区那一厕咯 可能 那边的人就比较会喜欢去那边吃啦 因为比较近 那我们这边呢 是在南山这一带 所以呢 我自己本身是住在这一边 所以就比较常来这一间吃啦 所以 今天的这个美食介绍呢 就暂时到一段落啦 请继续的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 分享 留言 我们下期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